活动的预告 台中市政府举办台中妈祖国际观光文化节系列活动 7号晚间将在港区艺术中心来表演新光版妈祖镇头 表演阵容包括了九天民俗记忆团 大家五十三庄 中议堂等等 要以战鼓 电影三太子 还有夜光师等等 在灯光特效的搭配下 让观众大饱眼福 结合联谱彩绘观将手以华丽的舞步 展现出台湾的镇头文化 而在传统民俗表演中 更加入现代舞创意元素 以战鼓 电影三太子 还有台湾夜光师等演出阵容 希望在灯光特效的搭配下 震撼观众的视觉感官 其实镇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表演艺术 那这个艺术不只在本土上的一个表演上的一个优势 它还有国际化的一个优势 那九天这次的表演可能会融入比较新的一些 新的一些古曲的部分 今年新创作古曲的部分 那尤其就是晚上我们可以结合就是星光版的 星光版的就是有我们的施震可以结合LED灯 还有夜光师 还有我们的夜光龙 那像这些镇头的话也可以透过这些东光效果的呈现 它整个感觉会比较像类剧场的一个文化艺术的一个表演 师傅举办一系列妈祖国际观光文化节活动 今年更首次以星光版妈祖镇头为主题 邀请九天民俗记忆团 大甲53庄中意堂 以及梁广省诗团等团体 显日晚间要在港区艺术中心表演 我们希望说在今年呈现是月光的一个星光 那像前额梁广省诗他们的跳桩也可以在夜空跳桩 也是相当不一样的 总是挑战我们的夜空的一个跳桩 那当然我们的一个团队邀请的话 会以我们在地的团队为主 每年妈祖绕境时总少不了热闹的镇头表演 主办单位表示 妈祖国际观光文化节 不但要让民众能感受到类剧场精致的演出效果 也希望借此宣扬妈祖文化 记者张伟林 台中采访报道